嗨 大家好 我是哈雷蜜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直擊豐州市場 足地廠內市場已經搬遷到豐州市場來了 今天哈雷蜜要教大家 怎麼樣玩遍豐州市場 吃遍豐州市場 首先你要搭百合海鷗線 從市場前站出來之後 那邊有非常清楚的指示台 快點給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走 走走走走走 走到了青果凍這一棟啦 然後你進來的時候呢 記得你要拿一個見學者的PASS 它門口都有一欄可以拿 代表你要參觀這一棟青果凍 你走在這條路上面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參觀他們批發的狀況 你還會看到它很多指示台上面 有介紹整個豐州市場的運作 拿出手機掃描QR Code 你就可以得到各種語言的解釋 放完青果凍之後 以前足地廠內市場的壽司名店 大和壽司跟天賦羅名店天房 也都在青果凍這裡喔 千萬不要錯過了 三樓的管理設施洞 那這邊呢其實參觀的地方比較少 但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名店都在這 包括很有名的足地神樂壽司 跟非常有名的八千代天賦羅 我們終於到達水產P8設施洞了 明年2019年1月15號開始 它會開放一樓直接參觀 所以你可以近距離看到大鮪魚的贊售跟解剖 就從二樓的這一整片玻璃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鮪魚拍賣的情景喔 八點之前來會是最熱鬧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現場的鮪魚拍賣 記得要早點去看好不好 By the way來主地市場 可以看到很多漁師業者開著的推高機 現在在豐州市場為了讓你們拍照 也特地移了兩台來這裡 你就可以來這邊拍很有市場味道的照片喔 逛了這麼久 我們終於來到四樓 有賣日本酒 日本乾貨 日本調味料 日本伴手禮的魚河岸橫濱了 這邊真的是好熱鬧喔 它五點就打烊 但現在已經四點了 所以很多店都關起來了 平常是很熱鬧的喔 腦補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 逛了一整天的豐州市場後 哈雷妮建議你們啊 最後一定要來到它的平原 跟它的綠化廣場 看一看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所以我不跟你們多說了 我要去欣賞我的夕陽美景了